不應該說那一件 應該是說之前你有見過其他的那個Blocker 那他就會來選項 那你就可以選 例如我們剛剛已經見過192.168.100.128 那你就選這個 那他就會把這選好 按Dub 還有把你的Topic設好 那當這個做好以後 他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 我的Norate 已經去跟Blocker這邊 先見了一個Robin的這個群組 那我等一下資料就可以送到這邊 那所以任何人就可以到這邊去要資料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來做一個 MQTT的通訊測試 那我們這邊就是固定發一個時間 送資料 送到一個發布者的MQTT 那他會去跟那個Blocker的一個群組 叫Robin 去送資料送到這邊 那我們這邊有個訂閱的 他也是去這個群組訂閱 所以資料送過來的時候 他就會送到這邊 那這邊再把它Print出來 所以你就會發覺 你的Print這邊就會固定時間 印出那個時間的標記 好 那如果等一下各位要自己要試的話 就是這個 Input的這個Nor 你要去設定一次Time Step 那每五秒送一次 那因為這邊是要發布 所以你要設定他的Servo 還有他的Topic 那一樣接收端要訂閱一樣 你的Servo要一樣 那你是要收他的資料 所以兩個的Topic 談話的內容要一樣 所以就是一樣就是Robin 那再來他就會印出你收到的資料 OK 好 那如果說各位要把一個Node之間的連線刪除的話 你就是點這個連線 那按Backspace的鍵 他就會把它刪掉 那如果Node的話 一樣點Node 那如果是整個的話 你就是一樣滑鼠這樣拉開 整個按Backspace 就整個可以刪除 好 那接下來就是各位可以做一個練習 如果你想要練習 你就可以用Hello World這程式去增加MQTT的Node 來進行通訊的設定 好 那你如果不想要自己鍵 那這邊等一下會給各位一個MQTT的Text 那各位就是把它匯入 那你就直接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個操作狀況 好 那我把螢幕還給各位 那我會把這個MQTT的Text給各位 那各位可以看 一樣自己鍵 還是說 你要直接嘗試用用看就好了 那你也可以開不同的Flow 你一個把它匯進來 那一個自己鍵 那看看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寫JavaScript的程式 那去進行邏輯處理 還有資料的處理 那一樣 那你把FunctionNode拉出來 然後點兩下 它會出現這個視窗 那視窗很單純 基本上 你如果說以前有寫過這個Function 你可以把它開啟 把它讀出來 或是你現在寫的Function 你把它儲存起來 那這個 按的時候它就會出現 你是要Open 或是要儲存 那如果是Open的話 就是把以前儲存的那個程式 把它叫出來 那如果是Save 它就是把你現在的寫的那個程式 把它儲存起來 那基本上 你要給它一個Flow 那一個FindMap 那這邊要注意一點 它儲存的時候 不是儲存在我們一般的電腦上面 它是儲存在它Norea裡面自己的Flow 所以你可能在一般目錄上還找不到它 但是你儲存好 你下次再叫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讀得到 好 那Function Flow Function Node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它那個Output的地方 它這個地方是可以 我們一般就是一個輸入一個輸出 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我們在做一個Function的計算的時候 它可能有不同的結局 不同的狀況有不同的結果 那你可能有不同的輸入 例如我說 某件事成立的時候 我可能是要輸入說 這個答案是對的 那如果它算起來是不對的話 那我可能輸出要說這個答案是錯的 或是去處理其他一件事 那這時候你的輸出可能有不同的輸出結果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去指定說 我要有幾個輸出 OK 像這個是你2的話 當你設定完以後 你就會發現 這個輸出這個點就會有兩個點點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剛剛各位是不是已經建好 用MQTT來傳 那我們現在 在他們中間再加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是做什麼 這Function就是說 我收到的資料 那我把它放在不同的輸出 那送進來是Hello World 我們剛才看對不對 那我把第一個輸出的地方 前面加一個The First 那你從這邊丟出來 所以你這邊看它印出來就會是The First Hello World 那第二個部分 前面加一個The Second 那它會跌到第二個路徑 那它做法很單純 它做法就是 第一個我要在這邊設定 因為我有兩個輸出 我就選2 那它要有幾個輸出 它的語法就是Return 那是中跨幅 那第一個要輸出的資訊 第二個要輸出的資訊 那我們使用的時候就是 第一個輸出的變數 那它是要用 Jason的格式去做封包 封裝 那因為它的東西要選到Payload 那它相當於就是Payload裡面的數值是什麼 是The First 加上前面送過來的那個 Hello World 那第二個的Message 是前面加一個Second 再加Hello World 所以The First Message 它就是First 加到Hello World 那SecondMessage 那SecondMessage 就是The Second 加Hello World OK 好 那所以 各位就可以 根據你剛剛的MQT的Flow 再加一個Function Note 讓它產生兩個輸出 那第一個輸出 就是前面會加一個First 那第二個輸出 前面會加一個Second 那一樣 你可以自己鍵 或是各位可以把Function 多輸出結果 這個 把它引迫進來 那它就會是這個 這個檔案 好 那我把螢幕還給各位 各位 輸出看 好 我把它放上去 Function多結果輸出 那像後面其實 比較越來越繁雜 其實各位可以直接把它引迫進來 看一下它的一個 一個 直接的狀況 就好了 畫面 嗯 很小 生事 什麼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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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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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